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赏朋友打五安 欢迎收看今天节目 我是曾志祥 今天7月23号的一个时间点 然后现在的 录节目的一个时间是盘中 11点04分 早盘指数冲高最高10994 非常接近万一的一个心理关卡 压力的沉重 可想而知 那往上开高之后开高走低 到刚刚盘中一度去做一个 翻黑的一个动作 但是呢 这基本上到目前为止 预估量1400亿左右 收盘收益应该会落在 差不多1300左右的一个幅度 到目前为止 它还是缓步了一个偏多的一个震荡盘 到目前为止还是 纵使假设它收黑下来 回测月线 还是会有机会在震荡走高 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个盘式 多方控盘没有变 但是主要先前两天都是由台积电的大涨 所带动的一个整体指数的一个盘式 所以你会看到其实这波指数的攻击力道 其实不是那种加速的一个上涨 不是那种加速的上涨 你看今天台积电 目前小小的一个黑 指数就没什么涨 指数就没什么涨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 接下来的一个重点 个股轮动的一个表现 但是你要特别注意 前两天我们一直特别提醒 有些股票不能去做一个追高 因为你现阶段的一个操作重点 要落在中国5G 还有这个我先前两个礼拜的时间 一直跟各位讲 波段做中国5G短线做生计 所以今天的生气股 还是稍微休息一下 还在整理 但是现在整个盘面上的一个重点 请各位记得 就是放在中国5G身上 昨天我也给各位看过了 中国的一个这个 相关的一个中国电信的一个 招标的一个公告 在5G设备的一个招标公告 在7月19号的的时间 早上9点的一个时间 已经正式发了出来 你可以从这一点 你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他在推动5G的一个时间 都已经开始陆续在做一个加速 从6月份发出四张的牌照 到这个7月19号 正式开始招标 这个对台湾的供应链来说 他会受惠 台湾的供应链来说 他会受惠 所以目前盘面上主要的主流 就是落在中国5G 等一下我来给各位看 你来看 那再给各位看这个 整个相对个股的强弱之前 你先去看有几档个股 今天明显在拉高 有出货的一个现象 这是808亿的一个智新 目前跌幅7.19的百分点 拉高高 直接倒下来一根长黑 自己小心留意一些 一个不对不是这么 像这样的情况 如果是遇到的话 也记得我们这边特别提醒 我没有做这次 但是我跟各位特别提醒 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拉出长黑带量收长虹 隔天没有开高 基本上你就要开始就紧绝 那如果说盘中又一路往下跌 跌破昨天的长虹K棒的一个低点 直接就要先闪了 做短线的余域都是先闪的 这叫做所谓的一个准则 操作上的一个准则 除非你是买的比较低的 当然这是今天的题外话 特别提醒各位 那今天整体来说 昨天这个航运类也很强 但是今天呢 普遍也是都直接开低 都有一些获利了结 卖要直接胜出来 所以各位所有好朋友 现阶段来说 你去看有很多的股票 相对它强弱度的一个差别 我们再来看 这一波主流股当中的 上午九六的制衣 昨天冲高 工上亮灯涨停 今天再往上开高 一度再往上冲高 到目前为止 短线涨多之后 稍微休息整理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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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我们接下来要观察 就是说因为它短线涨多 但是它的领头羊的一个角色已经出来 短线涨多震荡整理很正常 接下来看它怎么整理 你可以发现它是一个主流带动的一个方向 这是周K线 很强 很强 所以说各位所有好朋友 我们先前后面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位置又把它买回来之后 连冲上去 漂亮 今天冲高先卖一半之后 拉回有机会再 当然还有一半的一个基本持股 就是流水 就是流水 那你来看呢 当制衣冲出去之后 那自然而然你其他的 像是我们先前一直在谈的 五三八八的钟蕾 昨天冲高 今天一样冲高 但是虽然说盘面稍微有些震荡 但是量说没什么事情 东方趋势没有改变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 你先阶段的一个策略该是什么 当指数来到相对一个 接近压率区的一个位置的时候 盘面上它不会 指数也不会直接下来 所以它接下来就会呈现一个个股轮动 就像我昨天节目上面所特别谈到的 尤其是在广播节目当中 所特别谈到的一件事情 你现阶段在天上的 你不用去追它 不用去买 你也不用去帮阿翔老师去抬教我们的质疑 不用去抬教 重点是你接下来要锁定的就是补涨股 就是补涨股 就像昨天我在广播节目有送出一档股票 我会人朋友昨天才刚买进的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叫做 我当时候 昨天我说它叫做这个隐藏版的中国5G 今天我们先来跟各位介绍这档隐藏版的中国5G概念股 六六七二的腾辉电局 我们是这两天先卡位 相对低位阶级还没有涨到 自然而然有机会跟着冲上来 今天盘中工向亮灯涨停漂亮 盘中工向亮灯涨停 那相关的一个会员朋友买进的讯息 我在刚刚都已经有给发出证明在Lite上面 这证明十句 你长期收看阿翔老师的节目你都很清楚 今天节目上讲的就是会员朋友的操作 你要证据阿翔老师都一样都会发在我的Lite上面 我们就是三档以内待进待出 这个不用再思考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 今天腾辉电子盘中工向亮灯涨停 几个主要的重点在腾辉电子的一个部分 他主要的营收比重 同波基板 大概6成以上是在同波基板 然后营收占地区的比重 大概7成以上是在亚洲地区 所以我说他是一个隐藏版的中国5G 因为先前我们在了解这家公司的时候 公司派的一个发言人特别有谈到谈到什么 谈到说 现在这个时间点第二季到第三季的转换之初 他有一些5G的产品有一部分已经开始进入所谓的收割期 收割期 可能对很多有些投资朋友对他不是这么熟悉 因为毕竟他刚上市没有多久的时间 4月中上市 现在才7月中 很多人可能并不认识他 但是因为长期我们都在观察产业 所以有些股票我们会很清楚 尤其是在这段时间我已经讲了半个多半个月左右的 的波段做中国5G 所以自然而然很多中国5G的股票我们都很了解 那现阶段你可以发现出来一件事情 今天盘面上开高 整个指数开高走低之后有些个股是往下跌的下来 但是你会发现整体的一个中国5G相对表现还是强势 他是主流 盘面上目前整体很清楚的一个盘面主流 也不枉费阿翔老师在过去半个月的时间还没有动的时候 每天都在讲 所以我们从得赚钱致益大赚 然后腾辉店昨天买今天亮灯涨 三档股票以内的是一个操作 所以再回过头来 好那腾辉店除了 刚刚所谈到我再给各位去做一个对比 什么样的对比指的是什么 就是说你看 来我讲给各位先看这两股票 这个是2383的台光店之前我们做过一小段时间吗 2383的台光店那都知道他是比较偏向瓶盖股的部分但是他在5G的一个方向的因为毕竟同模机板的这部分本来就会运用到 本来就运用到不然连帽啊台药为什么这么强势的原因也在这边 那腾辉店也是跟跟连帽台药是同一同一个产业概念 那我要做的对比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什么 你记不记得我先前在 上上个礼拜的时间曾经跟各位说过我们短线先做瓶盖 当时我们做了就是台光店跟针顶吧 但是你有没有听到我强调的是短线做 不是做大的波段 因为其实今年的一个智慧型手机的一个成长力道它衰退的它并不是成长 它并不是成长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 这个运用筹码优势把它拉上来的一些手机概念股 一到货的时候就到了非常凶 为什么因为营收它跟不上来 当股价拉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的时候 当营收我们都很心里很清楚 它根本跟不上来的时候 自然而然它下跌的速度就快 所以这类型的股票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间在天上的不能碰 但是因为中古5G它本身 整个营收的一个预期跟贡献度 开始会随着基础建设的一个加速牌照发放开始公开招标 的一些动作 营收 7月营收 8月营收 甚至9月营收 一路往上增长 所以你从这一点可以了解 再去做一个对比 你看像646的一个夜程 屏概股 跟5G的一个关联性非常的 没有没有关联 所以相对来说它整个 走势就相对比较疲惑 27式的可乘 也是一样屏概股 3008的大力光 这几天大盘冲高主要靠的是台积电 那国王大力光你有没有发现也没有冲高 没有过高 只是在这边晃回 所以 当然我们不能说啊 拼开股后面就不能做 我刚刚所叙述的这一段是要表达说现阶段的一个盘面主流的重点 已经落在中国5G身上 好所以你会看到相对强势的 领头一样都开始出来 这是已经创 历史新高的之一 这个5388的中的也是创今年新高的 然后昨天买进的6672的藤卫电 藤博基板的5G应用 今天也攻上涨停 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你同样的你再选择说中国5G当中 你可以不用再去追所谓阿翔老师的一个质疑 甚至到中雷 但是你可以开始去留意 就是一些相关有机会补涨的中国5G的概念 就像我们昨天买藤卫电今天亮灯涨停 其中还有一些5G股票还没涨到的 那你可能会想说阿翔老师的2345的资帮 2345的资帮的问题是出来哪里你知道吗 他是强势 不是股性比较温吞 而且他背后的一个问题是在哪里 他那400G的交换器我在看 因为他先前法术会当中的特别谈到因为100G的交换器今年还是主要产品 然后新的产品400G的交换器 第二季开始出货 但是背后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6月营收却出现一个月减 他原本都是几乎都月增然后年增速度很快 然后是5月是48亿 但是到了6月稍微有荡下了一些 这背后我会去思考看到这样子的营收数字 我会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是不是100G的交换器还是很强 没有错 但是是不是他的新产品的一个订单还没有完全 贡献营收的部分400G的这部分还没有完全到位 所以短线上来说 他虽然整体股价还是很强 多方趋势短线中线强多 但是他冲高的力道 就没有像3596的质疑一样这么强 对不对 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状况 但是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也不能说否认说 智邦他还是多方趋势股 筹码也是有他的一个优势存在 一样的道理 但还是多方的一个格局 可以做都OK都可以做 你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5G的一些概念股 当然他比较不是这么纯 其他像什么一些 广达 这个字役啊这些比较 营收比重比较高在中国的部分 那当然比较纯一点 那当然谈到智邦一定也会谈到3380的名态 因为同样是交换器的一档个股之一 明态的部分你也可以多加留意 因为毕竟在这一波 这一波的一个形态当中 我们回过头来谈一个特别的形态 这个形态也逐渐快要形成 你可以看得出来 你可以开始看得出来 实际留意 形态也逐渐快要形成 而且现在的融资水位已经降到 没记错的话 应该剩下8000多张不到10% 筹码也逐渐洗得干净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怎么从六月营修看出来 也开始来到了今年新高 也开始比去年还好 也开始扭转了一个淡季的一个状况 所以各位说好朋友 现阶段我们旁边重点 目前已经成为主流的旁边重心在中国5G 那生计回过头来 目前还在整理 但是 生计要放过吗 当然不要放过 整理的时候我们给他一点时间 因为毕竟整个技术面的一个角度还没有被破坏 短线既然我们做 针对也要针对生计来做 那当然是OK 反正我们有三档植骨以内 你要两档做中国5G一档做生计 或者是 这个两档做生计一档做中国5G 都OK 反正基本上现阶段 到今天为止不管盘面好盘面坏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阿翔老师所告诉你的策略 事后验证都是对的 拨断做中国5G 短线做生计 感谢各位所有好朋友的收看 如果说您认同这样子的方向 你也认同阿翔老师的质疑 你也认同三档植骨以内待进待出 那如果说你自己操作不顺利的 欢迎来电打电话到公司来 跟着阿翔老师 一起操作 或者是你手上有持股的问题 你也可以来电询问一下 那当然 阿翔老师的light 还是要打广告一下 阿翔老师的一个light的ID 小老鼠小写的T2330 如果说你需要盘中每天早盘的即时讯息 该做多 该做空 当天到底该观望该等待还是该积极买庆 早上 讯息 纵使不是会员朋友 加入阿翔老师light的朋友 阿翔老师也希望大家能够 这个趋吉避凶 好吧 如果说认同阿翔老师的分析 也可以先加入阿翔老师的light 你可以先加入看看之后 再考虑要不要跟着阿翔老师一起操作 最后也很感谢所有的 好朋友 能够 每天准时收看阿翔老师的节目 谢谢各位 谢谢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創造病目资料价助